大家好 歡迎收看谷海飛揚 那麼臺北股市今天呢 就如我們上週大致上的一個規劃 就是說你價捐指數 接下來就是你就是靠臺積電 臺積電持續的去反映他的一個 把說之後的利多嘛 所以呢 持續的做一個向上做一個再創歷史 再創歷史高價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臺積電基本上是最高 曾經目前來看的話是最高的六百八十八元 這個價位已經是突破一年來的前高 已經突破了再創新高 所以當臺積電這麼棒的時候呢 當然加權指數 他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支撐力道 在這個地方 只是很可惜就是說 他指數的部分 目前還是沒有辦法突破一八六一九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當你只有臺積電在帶的時候呢 其他的權值股 如果沒有整體的跟上來 其實指數當然會會有一點吃力 但他並不代表說他就是一個弱勢格局 不能這樣解讀 那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因為預估今天成交量是稍微有萎縮了 那上週出現下探之後放量 今天出現直穩 量縮又價格直穩的話 對後市是偏多的 那如果你今天又再放量 結果又失敗又黑K下來的話 那反而要小心 所以今天反而量縮一下 接近到三千億上下 不到三千億兩千多億的一個量能 做一個這邊做一個應該算 因為這個位置很關鍵 這個位置他是在之前的缺口 之前缺口的這個位置 剛剛好在缺口的上緣 連續一天兩天在這邊測試 放大給各位看之後 你就看得很清楚 他就是在測試這個位置 之前的缺口的位置上緣 所以上週五來這邊開高之後震盪 那今天再來一次 又在這邊做一個橫向的整理 那還好就是說量能有萎縮下來 所以如果量縮直穩在這個附近收盤的話 其實後續對多頭來說還是有機會的 那只是說你台積電 你不可能每天都台積電 你持續還是要有人跟上來 譬如說聯發科今天有拉起來了 或者是鴻海這類的標的 你還是要有人出來帶 甚至你要拉金融也可以 結果今天國泰已經休息 之前連續拉了一個禮拜之後 今天休息了 變成說為什麼今天指數 好像又卡卡的 原因就是因為金融他又休息了 然後二六零三二六零九 長榮陽明上週拉起來 結果今天又休息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今天只變成說 好像只有台積電 那帶一下聯發科一起上來 可是指數還是沒辦法過上 過創新高 變成這種現象 就是說整體來說 他還是有一個拉扯的力道 那但是基本上 我們目前來說 因為你今天適時的做一個量縮 不要再做一個量增 然後拉不動的話 反而目前還是可以偏多思考 那重點是在上週預告 就是說本週開始要隨時留意 櫃買 櫃買要轉折上來了 所以今天的一個櫃買指數 連連連續修正十天之後 今天上來了 對不對 今天反而是櫃買比上市指數強囉 所以連續十天之後呢 今天終於出現了櫃買指數 是比上市的加權指數來得強勢的 這一天很重要 那原因就是上禮拜預告了 連續下來第一波的下沙帶量 第二波下來已經沒有量了 所以他準備告訴你我要轉折了 那既然要轉折了 今天呢 稍微的量也沒有說異常的放大 量還是溫和的 今天的預估量跟上週五的成交量 預估來說是相當的 所以今天這個轉折上來 其實量並沒有放大出來 所以代表今天其實市場趕快來追價的並不多 所以整體來說 後續櫃買指數 還是可以持續的向上做一個觀察 向上做規劃 我認為不會這麼快結束 所以這一波的行情到封關前下週之前 其實還是可以留意一些中小型股票 在這一波的一個下跌之後 轉折上來的機會 但是操作上我還是建議各位 不要去針對太弱勢的格局的標的 去撿便宜啦 因為你基本上這一波貴買休等過程中 其實有些標的已經走落了 那個籌碼上面的狀況 籌碼狀況 或是你你單獨就回到技術面來看的話 就是偏弱勢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不要去撿弱勢的股票 你去撿弱勢股票 你其實就是一個強反彈的心態 那既然是強反彈 如果他是弱勢格局的反彈 其實幅度也不會預期太大 所以應該去針對什麼 針對他還是維持 應該說是多頭的架構沒有改變 但是他是準備才醞釀起漲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留意的 那你這一波的修正格局之後 震盪格局裡面 他沒有受到影響的 那現在才準備 你大家只穩的時候 我準備要上來了 把這種股票抓出來 有沒有絕對有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我們先從之前更貴報告 我們操作的這檔股票 我們我說過每檔標的 我們都會再轉折確認點 就先操作先買進了 所以我們買完之後 其實市場根本法輪也沒有來買了 買完之後開始拉上去之後 法輪才回來回頭 就代表最後最大勝利者 當然是我們 這則是miniLED 2022年的主流就是在 miniLED 那miniLED是2022年的一個市場的主流之一 我只能說主流之一 因為還有別的標的 那等一下我跟你分享一檔標的 請大家把握了 但是先看一下miniLED 負採 負採當時在這個區塊的時候 這個價位區間就是我們所謂 這個轉折確認點的位置 當時我們先買進 買完之後這一天拉高上來了 隔天又墊高上來小紅K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查籌碼的話 你會發現當時的這一根拉高起來 或隔天的墊高起來 這兩天基本上 法輪部分根本沒有 尤其投信根本沒有動作 投信根本沒有動作 可是我們已經提前買好布局了 那買的時候呢 市場是基本上這種位置 這樣子的股票也沒有人會跟你推薦介紹 原因就是因為之前並沒有大漲 那所以呢市場沒有人在理他 沒有人在照顧他 沒有人在關懷他 但是呢我們買進了 因為這就是我說過了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我可以帶給我的客戶 買的標的的位置 是你自己操作 你做不到的 你不會這樣做的 甚至我可以大 我可以大聲的告訴各位啦 你在任何的一個操盤團隊 帶你操作 都不會在這種位置去買進 那這是我說我們存在的價值 我們可以帶給我們客戶 那個錄會的報名的價值在哪裡 我可以帶你買在 重點股票的關鍵位置 那個位置往往是市場 還沒注意到 可是買點卻已經成熟了 已經可以出手了 這叫轉折確認位置 那第一天一月五號 這一天拉長紅上去 這一天呢 你如果去查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天投信 開始來買進了 所以你發現 投信這一天才開始買進 那我們之前就先買好了 所以你看你的操作 不僅是領先全市場 也比法輪多還要早 更不要講這後來才追 才上去追漲的 那更不用說了 那第一批的投信進來 是這一天才拉上來的 然後呢 隔天又上去 為什麼 因為當隔天你去查一下 投信又繼續買 連買兩天 然後再看下去 第三天再上去 再創高 為什麼 因為投信又繼續再買 所以我們買完之後 這兩天都沒有市場 都沒有動靜 然後第三天開始 投信大買 投信再買 投信繼續再買 我就說過了 miniLED是2022的主流之一 所以當進入了一個年度 上一個年度的結尾了 新的年度的開頭了 那投信的持股一定會做一個重新的一個調整 那重新調整過程中 誰是新的主流 他們就會把它選出來 然後開始進行 可能是快速的回補 可能是陸陸續續建立部位 那他miniLED首選就是負財 所以法輪圈的首選就是他 可是我會帶各位買在 大家看到法輪還沒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買好 所以這才是真正操作股票 你要有這樣的能力 負財到1月10號又再創高 又再創高 因為投信一直買 投信買 投信買 投信繼續買 投信連續買 一直買 每天都大買 miniLED已經形成本波最強 對不對 隔天又再創高 好啦 那你持續創高 全市場都開始 到這個時候 全市場都開始跟你講 miniLED很棒的時候 年七日新高價的時候 那可以追嗎 當然不能追 因為我講過 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開始休息 那開始休息休息休息 到這邊 到九十七塊半 本波高點九十七塊半之後 開始休息 休息下來 休息下來之後 上週休息下來 對不對 休息下來了 我們再買一些 我們買進 拉回了 我們再買一些 今天又拉長紅 所以你看到 今天的富財 又拉出一根長紅上來了 所以我們認為前這一波高點 九十七塊半 我們認為不會是最高的價 我們認為未來會再突破 所以既然這樣看 所以當他第一波拉上去之後 每一次有拉回 每一次有拉回 我們都會把握機會 除非拉回過程中 我們發現籌碼有鬆動了 那我們可能就會全數獲利入袋 否則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拉回找機會 再多買一點 拉回找機會 再多買一點 那這已經是我們這一次 買完第一批上去之後 買在轉折波段起漲位置之後 下來再買一些上禮拜 今天本週又拉長紅上來 所以一檔股票怎麼操作 能不能夠持續上去 還是要再整理一下 再上去 不管已經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只要沒有籌碼鬆動 沒有出現狀況 他就是會履創新高 一個波段形的一個主流的一個標的 操作的方式 當然就是如此 沿途去找更多的機會 那最後就是大獲全勝 所以會操作的話 你真的是可以 有時候真的是可以靠一檔股票 你就可能就最後就是大豐收的一年 但是沿途上 沿途上每一次機會來 你是不是能夠去掌握掌握住 而不是說像上禮拜 看他回來修正了 就把他看壞了 看他回來修正 就就就用負面去解讀他了 看他大漲就就說他利多 命令有點很好 看他修正就說他漲多了 危險了 不是這樣看的 如果他是機會的話 你就應該把他買進 所以一次又第二次 這裡買第一批 上週拉回之後 現在下來了 現在再買一些 今天又大漲上來 所以這個負財繼續的持續看多 繼續看好他 然後呢 今天怎樣進廣告前呢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重點 就是當你今天看到台積電 全市場都在看台積電嘛 對不對 全市場都在最近看台積電 那問題是你這個時候 問題來了 可不可以這個時候去買台積電 如果你那麼想買台積電的話 我會覺得你現在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從什麼角度去思考 就是說為什麼台積電他可以創新高啊 對不對 他可以創新高 那關鍵在哪裡 是半導體嘛 代表說 半導體非常非常的好 那半導體非常非常好 那裡面不可能只有台積電受賄啊 所以其實你要去挑的什麼 我還是老話一句啦 你不管你怎麼做 不要追漲 你要去找尋什麼樣的標的 他在今年二零二二年全新的年度開始 他今年可能他就是一個大好的一年 他成長性年增年年年年年度的 將來去年度的成長性還是要很明確的哦 訂單還是要很好的哦 你要確定找出來 從台積電的例子告訴你呢 半導體正旺 旺的不得了 那不會只有台積電受賄 那我可以挑股本比他小的吧 那股本比他小 而且同樣是在半導體的半導體的這個範疇裡面的 哇那就多了 如果你想半導體三格子的話 全台灣上市櫃掛牌的相關半導體的太多了 對太多了 那所以呢 怎麼找 所以我說你說要操作半導體的股票 我跟各位報告 有那麼簡單嗎 這麼多半導體相關 所以我挑給各位 你說你挑很辛苦 那當然我挑給你 而且挑就要命中 上市櫃半導體相關領域的這麼多 我挑一檔給你 那這檔標的我今天會開放給各位 會有專人帶你們去買 我說過了嘛 反正撥電話來的一人就是一次機會了 只是說你今天撥電話來的 你想有的是什麼機會 今天撥電話進來的一個人就是一次機會 會有專人通知你 會有專人通知你去買一檔產業的黑馬股 一個人就一次機會 那只要撥電話來 你就先把你就先想盡辦法 先把機會留住就對了 然後呢 留住機會 會有專人通知你去買什麼 那今天把機會留住今天撥電話進來 那請問你你這一次機會 會有專人通知你買什麼 來半導體你很難選 所以你乾脆去買台積電 這樣好嗎 你不會擔心害怕嗎 對不對 半導體告訴你 他這個指標 台積電告訴你 他這個指標 半導體很棒 可是半導體很棒 那我要怎麼挑啊 我要挑誰啊 而且我要挑的是一個 他正要準備啟動上去的 我要買的轉的確認點喔 有沒有 有 他有什麼題材 他有什麼故事 把它找出來 台積電大好 半導體正旺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你留意一檔 股票不要買一堆了 一次就要命中 留意一檔 他本業大好 訂單滿滿 這個你絕對不用 不用懷疑他 這是基本條件 而且很好 今年預估 我們先講本業 他以他今年我們預估 他今年全年的EPS來看 數字我們不能講 今年全年預估的EPS來看 現在的股價 本業比就十幾倍出頭而已 只有十二十三倍而已 這麼低 這麼旺的公司 以今年預估的全年EPS 去看他現在股價 EPS本業比只有十三倍 十二倍左右 很便宜對不對 好 那這一點就夠了 就滿足了 可是我覺得不夠 還要再更好 我說過我挑給你標的 一定要很棒 今年二零二二年 絕對要讓你賺 從頭開始賺的股票 有沒有 這家企業呢 不只自己好之外 就因為很好 半導體都很旺 所以有可能哦 注意哦 他有可能會被國際的 也是半導體的 國際的半導體大廠哦 入股 成為這一家公司的大股東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想請問你 這一家企業 未來的訂單是不是更好 你更不用擔心對不對 我都已經是國際大大 國際半導體相關大廠的 大 他 他是我的大股東耶 那所以有之後的訂單呢 就是確定什麼 互相幫忙了嘛 對不對 我要確定國際大廠需要什麼 需要他的幫忙 所以他入股嘛 對不對 他有可能入股 那一旦他入股的話 那他的訂單呢 都會更加確定就是給我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互惠的相互受惠的相互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訊哦 如果真的被國際半導體相關大廠 入股成為大股東的話 這一家國內黑馬股股價 我說說了嘛 你現在以今年的EPS來算的 現在股價的話 本益比大概只有十二十三倍 一旦真的確定這件事 如果真的未來又有大 國際大廠的入股成為大股東的話 那我的本益比還是停在十二十三倍嗎 我這麼賺錢的公司耶 然後我現在股價來看 才十二十三倍 經過整理一段時間 一旦確定上去 走一大段上去的話不得了耶 未來股價如果回到二十倍的話 很合理吧 電子股本益比回到二十倍 你覺得很高嗎 基本要求 所以我說我現在是十二十三倍 只要回到十二十倍就不得了了 現在有投入資金的就賺翻了 對不對 所以怎麼做 所以等我機會來的時候啊 那我整理到一段時間 進入一個進入我們所謂的 回到我們真的在找去買點 那個等待的時機 確定轉得確認點 到了股票啊 我就拿來跟你分享 所以我說你現在不 你說你現在 你說現在你看台晶電大漲 很羨慕台積電 可是問題是 你要去追台積電嗎 看台積電好 那應該買什麼 而且是買真的 這一檔就夠 不要買多 不要亂買 買這種的真正的黑馬 這個標的 如果你有興趣要買的 請一個人就一次機會 要買這一檔的投資朋友 請把你的機會抓住 現在直接撥電話 直接撥電話 然後會有專人 通知你買進這一檔標的 我們先撥電話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所以此時此刻 你要趕快在年初 最近期出現什麼樣的類型的標的 他有可能是在今年度會被投信 或者是法輪圈抓住的 或者你未來會回頭看 他發現今年他任養的標的 任養股之一 對不對 如果你今年年初現階段就可以找到一檔股票 正要準備起來 之前沒有大漲 你不是說今年漲 之前去年漲一波又一波之後 你說今年會被投信抓來任養的 那個機率很低 所以現階段今年全新的 有可能會被法輪圈 或者是投信圈抓起來任養的好公司 是什麼樣的標的 你現在年初你就應該 其實你在去年就已經陸陸續在規劃了 你就應該在追蹤幾檔黑馬股了 那這檔黑馬股 這些黑馬股一定是什麼 你在去年會去追蹤他 原因就是因為今年會開始向上衝的 那我所謂向上衝就是這個產業要向上衝 第一個就什麼 miniLED 所以今年年初一開始我們就布局什麼 負財對不對 原因就在這裡 你去年沒有在追蹤 去年年底沒有在追蹤他 一到年初確認點到 我們出手不可能啦 你沒有追蹤他 你怎麼可以在這裡買他對不對 好啦 買完之後呢 開始墊高一天 再漲一天 漲兩天之後 第三天投信回來了 你說天底下有這麼巧的事情 天底下有這麼剛剛好的事情嗎 我就說了 我能夠給你的標的 帶你買的位置 絕對是你自己 或者是檯面上你看任何團隊 嘴巴講再漂亮的話 他私底下都不可能帶你做這樣的動作 我的我們我們能夠存在的價值 就是我能夠給你 你在任何地方拿不到的好公司的好買點 第三天開始投信回來了 股價呢 一路上去投信買 繼續買有沒有 投信繼續買天天買 然後呢全市場都在喊你的迷你LED了 哇這太棒了吧對不對 全市場都開著喊多我們的迷你LED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 我們就大贏家嘛 會做股票就是這樣做 不會做不會做了就會怎麼樣 大家都喊多我也要去買迷你LED 那你就輸家對不對 連續七天 創高清高價之後呢休息 休息了 有沒有發現上禮拜休息幾天怎麼樣 再也沒有人跟你講迷你LED了 好奇怪哦 不奇怪 市場就是這樣 而且這樣最好 回來了再買一些 所以回來了再買一些 今天又大漲 我們還是認為不可能只有到這個價位而已 好 我們還是認為持續向上推 像持續看好 這個是什麼 年初一開始投信大買的就在負財 MiniLED 所以投信一直買 包含這個回來修正過程中 上週回來修正的時候 投信還是有在加碼哦 所以很明顯 投信今年第一批看好的產業就是 MiniLED 而我們又比他買的提早更早買 我們買在轉折確認點 從頭開始賺 這是Million而低 那你現在再去找啊 那還有什麼樣的標的或產業是今年的重心 有可能會被法輪圈認養的 先找出來 那我們從這兩天 你看今天今天今天重點 一定是台積電 又再創歷史新高 怎麼可能不是重點 可是當你今天如果談後節目 看到有人跟你解析台積電 或者到晚上 有些很多談話性的節目 跟你講台積電如何如何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回想一下一年前發生什麼事 一年前的一月份 來一年前的一月份在什麼時候 在這裡 一年前的一月份在這裡 打開電視機之後 下午開始到晚上很多媒體 訪問節目 請來來賓一堆來賓都跟你講 台積電對不對 所以一年前你看那些節目 你去買了會買了這一段 一年後有人停損了 有人受不了賣掉了 結果呢 他今天創新高 是誰害你們的 現在創新高了 我跟你講今天晚上開始 又是一堆人跟你講台積電 可是我只有我跟你講 台積電拿來看看 觀察 因為台積電代表一個指標 因為指標 他告訴你是一個一個一個景氣 半導體真的還是持續的旺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半導體的相關的範疇 領域又很大 可是你不用擔心 領域很大 好啊 裡面一定有什麼股價還沒表現的 今年會向上斗角度揚升的業績的 或者是有特殊題材立基的 把它找出來 那半導體範圍這麼大 怎麼找 一般人找不到 因為研究部門 你沒有研究部門 對不對 或者是你很多很多 我們知道很多的同分析同業 有研究員 但是呢 有沒有實際在在摳公司 有沒有實際在瞭解產業 其實我們都知道啦 都是都是在抄襲別人的報告啦 那都沒有用的 你真的有去跑 跑回自己東西的 這樣研究部才有存在價值啦 那我跑回來給你啦 這家公司啊 本業大好是絕對要的條件啦 一定 人家半導體都很旺了 你怎麼還本業不好對不對 本業持續大好 訂單滿 滿滿的訂單 然後呢 那你這麼好 你應該會不會已經漲很多了 是不是漲很多了 如果漲很多的話 我剛剛跟你講了嘛 今年的EPS 回算現在股價不會 本業比不會只有十二倍啦 那代表什麼 現在就是底部區啊 買這一種 而且他可能會被國際 半導體大廠怎麼樣 入股成為大股東 國內黑馬股 就是買這一檔 要買這檔標的投資朋友 請把握你今天的機會 一人一次機會而已哦 明天會有專門通知 你經常買進這檔標的 要買這檔標的的 請現在直接撥電話 明天有專門通知 帶你買進 我們先撥電話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再次回場 新移行 信息 明天有專門通知 設計 金